各位各位出事了出事了 这个云南出事了 云南有个县叫镇雄县吧 镇雄县有一个著名的回民村 叫那家营 那夜喝那拉的那容那接纳的那 家庭的家啊 营营房的营啊 那家营 这个当地政府啊 要强拆一个清真寺 然后引起了这个回民啊 穆斯林的这个集体的反抗啊 我看到了视频 然后至少有几百个回民啊 有这个男女老少 穆斯林啊 这个和这个警察 先是特警 这个穿黑制服的 戴防暴头盔 拿防暴盾牌的 这个特警啊 后来又来了这个 穿迷彩服的 他不是那种国防绿 不是国防绿的迷彩服 国防绿是陆军啊 他是那种橄榄绿 就是武警的那种绿啊 就是武警编制的这个 这个 也可以叫特警吧 就是武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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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